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还应对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做些了解 做到既不放过及时发现血糖异常的机会 也不走进误区而引起不必要的惊慌 张先生一家人就犯了几个错 才好血糖测量的时间 血糖主要来源于食物 进食后经过小法吸收 食物中的葡萄糖被吸收入血成为血糖 再因为食物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不同 葡萄糖的含量不等 再加上食物进入小肠被吸收的时间不同 进餐后每个人的血糖变化也不同 为了有一个价位统一的血糖判定标准 医学上已进餐后未排空的时间点 作为血糖高低的判定点 这个时间点即为餐后两小时血糖 需要注意的是 餐后两小时血糖并非进餐后血糖的最高点 实际上是进餐后血糖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的血糖值 适用于所有人来判定血糖的高低 所以要想判断餐后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不能随便测量 要测量从吃第一口袋 算起的两小时血糖才有意义 餐后两小时血糖正常值 4.4-7.8毫无二卫生 大于7.8毫无二卫生 而小于11.1毫无二卫生时 称为汤耐量异常 鸡糖尿病前期 大于11.1毫无二卫生期可诊断为糖尿病 让先生一家之所以测的血糖 都超过9毫无二卫生 是在饭后半小时测量 与餐后两小时测量的血糖没有可比性 但在进餐与餐后两小时之间 也有一个血糖上限不能超过 这个上限是11.1毫无二卫生 超过了这个上限也可诊断为糖尿病 空腹血糖测量的时间 在糖尿病的诊断中 还有一个抑制的标准是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是指进餐后8-12小时的血糖 一般是指早晨起床后早餐前测量的血糖 需要注意的是测量的时间不宜超过早晨9点 因为空腹时间过长时 身体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 而提高血糖水平 从而有该真实的空腹血糖逆常 空腹血糖正常值 3.9-6.1毫无二卫生 大于6.1毫无二卫生 而小于7.0毫无二卫生时 成为空腹血糖受损 其糖尿病前期 大于7 0毫无二卫生时 即可诊断为糖尿病需要注意的是 在血糖的异常的判定 与糖尿病的诊断中 空腹血糖与餐后两小时 血糖是个自独立的 只要有一个超标 即表明有问题存在 而在糖尿病的早期两个时间 变得血糖并不一定同时异常 所以在教自己测量血糖时 两个血糖都应检测 此外还要知道 血糖的高低主要与人体胰岛细胞 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有关 当胰岛功能正常时 无论吃什么 血糖都不会超过正常范围 也就是说当检测的血糖 超过了正常范围 即表明胰岛功能出了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吃了同样的饭 有人血糖会高 有人吃正常的原因 至于吃了什么饭无患 而是身体出了问题的缘故 如果此外报告了您 点个赞打个赏点击关注吧 一起学习交流更多健康之后